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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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即行一个回圈就是重复即行一段指令 回圈里面的层次就叫做回圈的主体 每一期即行回圈就做一次迭代 Iteration 那有两种常用的方法可以去控制 即行几次回圈 或者叫迭代几次 那第一个是用计数器来控制迭代的次数 那像上一节我们讲的 加总12个数字 我们就知道要迭代12次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计数器C 假设在进行回圈之前呢 先设定这个计数器为数字N 上三个例子就是C 设定为12 然后在主体程式里面 第一句检查C是否等于0 那如果等于0的话呢 我们就离开回圈就做完了 否则我们就执行回圈的主体 那离开回圈前呢 我们把那个计数器D减1 回到跳到回圈的起始点 所以即行的结果 回圈就会迭代N次 像我们在回圈前就设定C等于N 那每次减1 所以它会从N变成N减1 等等变成0 然后再到等于0的时候 就会离开回圈 所以这是用计数器迭代 控制迭代奇数的方法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 奇数器递减 递墙的方式去控制迭代奇数 这道理是一样的 那另外一个方法 用警戒指来控制迭代奇数 这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视线知道有迭代几次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用那个 那个 Counter的方式 日速器的方式 那因为用技术器的控制迭代次数的前提条件 就是要预先知道要迭代的总次数 那如果无法预先知道迭代的次数的话 那就用警戒值的方式来控制 那我们是要选取一个运渗过程之中 一个运渗源不可能出现的数值 那这个数值我们就称为警戒值 英文叫Sentinel 那如果运渗源为警戒值的话呢 我们就离开回圈 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去控制 离开回圈还是不离开回圈 那如果选取那个警戒值 那如果已经知道运渗源必定是一系列的正数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负数去当警戒值 那如果已经知道运渗源必定是一系列的SQ字元 那我们可以用4去当一个警戒值 有个特别的意义 那只有读取的运渗源为警戒值的话呢 我们就离开回圈 否则我们就继续执行回圈的主体 那警戒值控制的翻例 那再使用上面加种数字的题目去说明 那截止呢 不知道又加几个数字 直至到呢 又一直加下去 直至到遇到这个警戒值 就离开 那但假设呢 所有要加的数字必须大于或等于零 那我们就选取一个负数去当那个警戒值 那最常用的我们就说是一个负1 负数是负1 那负1就当警戒值 那预备记者的时候呢 必须要在记忆体里面 必须要将负1作为最后一个资料 所以读到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又停止了 好 情绪就结束了 好 那序理代码跟使用战争器的描述 这里就是又解决刚才那个问题 这个虚拟代码 首先将X3010设定给addr address 然后0设定给sum 这个变数 那假设那个sentinel 警戒值得负1 那这个loop回圈起始点 那我们就从记忆体 用addr 那个作为记忆体的位置 读取那个资料 设定给val 这个变数 那如果val是大于等于0的话呢 就跳到nxt next 那否则呢 就停止程式 那nxt就是sum 设定为sum加val 把val呢 累加到sum这个变数里面 那位置呢 就第一张1 然后无条件跳到那个loop 那对应的那个 战争器描述 那是out0 那个是out0 先写定为0x3010 那out1写定为0 这代表了一个sum 那假设资料呢 有那个警戒值 有等于负1 那loop 然后out3呢 就写定为去out0那个位置 读取记忆体 那个内容 设定给out3 然后如果out3大于等于0的话呢 我们就跳到nxt那个标示 那一行 否则就停止执行情势 记得的时候是警戒值就停止了 那nxt标示呢 我们就写out1 累加那个out3进去out1 然后out0就有递增1 然后无条件跳到loop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蓄理代码 跟战争器的描述 那战争器的描述 刚才已经看过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它对应的主语指令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主语的指令 所以第一个 LD20ADD2 那ADD2就是在记忆体里面呢 存起这个3010这个数值 第一个记忆体位置 放到寝室的后面 等一下再会看到 那out1 先例为0就是 AND2121 仅值out0 那loop 然后out3设定为 读取out0为记忆体位置 记忆体的内容 设定给out3 我们就用ldr out3 out0 警告0 来完成 那bout zp 如果不等于0 如果等于0 如果等于0 或大于0 如果等于0 或大于0 就跳到nxt 那如果小于0的话 就是停止程式了 halt 那nxt 我们就做 累加的动作 ADD 奧1、奧1、奧1、奧3 奧0递增,我们就用ADD、奧0、奧0、奧0、警告1来完成 然后无条件跳到LOOP,我们就用BLNCPLOOP 然后这个记忆体标示ADD、奧 我们就点FillX3010,就是储存 这个记料的起始位置,这个地方 指令的主语对照机器码 每一个主语指令都会被主语成为16位元的指令机器码 我们就看到完整的主语跟机器码 Jump指令可以跳到远的地方 那B2指令的限制只有9个位元的偏移值 我们知道9个位元偏移值的范围就是-256到255 那如果又跳到更远的地方 就不能够用B2的指令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JMP指令Jump 那JMP的操作码是1100 那其他第9位元的那个都成000 都不需要用到 那11到9的3个位元是来源战争器 好,Sout 那我们将Sout的内容设定给PC 那这个时候PC就会跳到Sout的内容那个位置去 所以JMP是没有预设条件 所以跳跃一定会发生 好,那总结节节呢 我们就是主要谈到回圈控制 可以用技术器的方式来控制迭代奇数 或是用警戒指的方式来控制迭代奇数 那下一个单元我们就会介绍这个TRAP的指令 TRAP也是作为系统 简单作为系统提供这些服务程式 好,我们也会常常用到 下一节就会谈到这个TRAP 好,谢谢大家 再见